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第二个阶段真的长得高的时候 长得很快的时候就是到了青春期 所以我们真正要掌握的 其实是在青春期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长得非常那样快 可是一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 其实就开始一路就往下 所以我们这边绝大部分的成年人 已经都没办法再长高了 那这个其实就攸关到所谓的生长板 我们的之所以身高能够长高 就在于我们的骨头能够不断的长长 关键就在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生长板的地方 那这个生长板当我们给它的条件对 它会不断的刺激不断的生长 可是各位一定也听过说 一旦这个生长板它闭合了 怎么长都长不高了 这个是一个最典型的 我们在讲小朋友身高的一个理论 就是脑下垂体它会去分泌生长激素 它会作用到我们的肝脏 然后再分泌这个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 这个胰岛素生长因子 在作用到我们的肠骨 让肠骨不断的长长 这些生长激素它其实一天可以分泌非常多次 高峰期常常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就是运动以后 第三个是什么 是空腹的时候 它们的血糖都不高 睡觉的时候血糖不高 它已经回到了它的一个就是基准点 运动完之后血糖消耗了一些 它会回到它的基准点 当我们早午晚餐中间没有吃太多的这一些零食 这一些含糖的饮料 那它会回到它的一个基准点 另外一个是我们小朋友常常会吃甜食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吃了甜食之后 胰岛素就会开始分泌 胰岛素的分泌希望把这些糖能够储存起来 这个时候脂肪的燃烧就会减少 如果摄取的量非常多 这个时候脂肪的合成增加 那开始就会累积一些脂肪的组织 它会分泌很多的这些女性荷尔蒙 这些荷尔蒙是我们身高长高的一个天敌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生长板加速闭合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古灵 它如果那个古灵比你的生理的年龄还要超前 那它真正能够再长的这个时间就变短了 所以这些糖食绝对是一个阻碍我们小朋友生长的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因子 所以我们就说不管是精致糖 是那个米致糖 还是是有脂肪的糖 造成肥胖 造成这些性激素的这个提高 造成性早熟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是小朋友在前面长得很快 后面他缩短他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时间 我帮各位做一个很简单的summary 第一个血糖 不要让它忽高忽低 或者是因为吃了很多的这些糖 让它升得非常非常的高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说要有均衡的饮食 蛋白质很重要 再来就是均衡的摄取 当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我们长高所需要的这些元素 我们刚刚提到的钙绝对不可以少 维生素D 维生素K 美 还有很重要的减糖 好 钙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可能有不同的吸收力 一般成年人吸收力其实比较低了 可是小朋友这个时候还高 他大概还有60% 所以要善用这个时间让他能够充分的摄取他的这个钙 那高钙的食物当然包括一些绿色的蔬菜 包括一些这个牛奶的起司 那黑芝麻 维生素D 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多晒太阳来帮助我们的钙的这个吸收 那你缺乏维生素D 当然就会有这些对骨骼的影响 当然他的肠骨就长得不高了 维生素K很重要 一样他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钙的这些运用 美也是 那当然在这个一些坚果啦 一些生绿色蔬菜 麦夫这些里面都有很好的这些美的这个来源 那接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绝对绝对是元凶 现在大家含糖饮料喝太多 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我们要让小朋友能够充分的这个长高 第一个每天要五到九份的蔬菜水果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刚刚提到蔬菜水果是我们必须要的 里面提供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养分 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常常吃不到这样子的量的这个蔬菜水果 四是什么 每一周至少要家庭共餐四次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小朋友到底吃了什么 三是什么 每日吃三餐 包含早餐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经过了一夜的睡眠之后 我们身上的一些这个肝糖其实会用掉非常多 所以他早上起来一定要在他上学之前 能够再充分的去摄取我们刚刚提到的足够量的蛋白质 以及优质的这些钙质的这些来源 他才能够在今天白天里面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让他能够生长 好 二是什么 每天萤幕观看时间少于两个小时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 运动 他只要是盯着萤幕 他就不会动 他就会坐在那个地方 小朋友要不断的动 动他才有这个刺激 才有这个让这个身高能够长高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一是什么 每一天至少一小时的 不管是运动还是活动 小朋友可能不一定有运动 可是活动 一样让他养成习惯 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要糖饮 不要糖饮 好 那可能你没办法叫他每天都不要糖饮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就是周间至少让他知道 他平常的时候不要喝糖饮 那真正有必要 有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 再来吃这个 再来喝这个含糖的饮料 好 我想我今天很快地把这些跟各位分享 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教养出 我们想要的一个很健康的这个小朋友 谢谢各位